今天我們這個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本身是外籍移工 不用擔心 我們針對他的宿舍跟公司 通通都做了採檢 PCR全部都是陰性 現在確診累積確診數是在270人 這個是我們確診的一個案 今天指揮中心公布了 他是一個外籍的移工 在4月14的時候 差不多是已經是 將近4個月之前 他有拿著陰性的報告 從菲律賓入境 然後呢 因為現在的這個 他是一個在職場工作的外籍移工 所以通常現在中心公司 有些都很嚴格 14天的居家檢疫 他自己會再做 14天的自主經驗管理 所以加起來是28天 後面自主經驗管理是 一些中心公司 他為了比較嚴謹 他會增加他的一個 在防疫旅館中的一個居住的時間 那居家檢疫滿的時候呢 在28天滿 29號那一天 PCR陰性 然後自主經驗管理再過14天 在5月12日採檢 又是PCR陰性 然後呢 他5月13日一直到 8月4號中間呢 是在我們彰化的職場工作 然後住在一個外籍員工的宿舍裡面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 他剛剛才感染 一開始可能是病毒量低 然後抗體還沒出來 那你在往後追幾天之後呢 他抗體會上來 他的病毒量也會上來 所以住院之後 我們在後續會持續來做追蹤 那第三種可能是什麼 他很可能是在入境之前 很久之前 在菲律賓就已經感染了 而且是一個很輕度的感染 所以抗體看不到 那PCR呢 有時候陽有時候陰 所以這三種可能 第一個要排除的就是往後追蹤 看看他後續的變化 如果那個後續變化 都還是維持在這種死陰死陽 抗體也沒有上來的話 那就只有兩種可能 5月13日之後 有一個非常輕度的感染 或是在入境之前 有一個非常輕度的感染 而且是很久以前的感染 所以抗體也沒什麼反應 CT值也很高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把它當作本土個案 來做這個相關的疫調 所有宿舍裡面PCR採檢389人 昨天下午全部採檢完畢 都是陰性 那他的比較同一個辦公室 跟宿舍的接觸者7個 現在匡列居家隔離 那自主經驗管理 就是其他人要做自主經驗管理 我們大概會在一個禮拜之後呢 再請他們再做一次快篩 再持續監測隔兩個禮拜 那外縣市的宗教聚會 就有外縣市的衛生局 已經去做匡列跟採檢了 所以大概這個是個案 8月剛剛有宣布 8月10號起一直到8月23號 還是維持二級警戒 8月10號起一直到8月23號 我們還是維持二級警戒 希望最一便把他消滅 好 來 我們最新的 今天中島指揮官說出來 不管你是打A字還是莫德納 那如果你65歲以上第一季 滿10到12週 或者你是莫德納 那也是65歲以上第一季 滿了10到12週 那你這個部分的話 有登記的話 就直接在平台來預約 那就在平台來預約之後 就接種了 就像我們13、14號要打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還沒有意願登記的 有兩種有一個就快點去預約 不然的話明天會開會 明天三點會開會 告訴我們地方政府 應該怎麼樣來替大家來做預約 那大概模式也是這樣 那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要快點去預約就對了 不行的話再等通知吧